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走出电梯时 我看到两个幽灵般的身影 但我的客户看不到他们 当我们到达单位时 当我打开门时 我感到一种寒冷的感觉 尽管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我们还是进去了 大约十分钟后 我的客户突然说 浩然 我们现在就走吧 我对他突然的决定感到惊讶 但我们回到办公室并完成了文书工作 一个月后 该单位的房东通知我有两家公司有兴趣租用该单位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知道该单位无法出租 后来 房东的儿子透露 前房客几天前就烧炭自杀了 尽管有这种怪异的经历 我并没有与同事分享 因为他们是新工作 我不想惊动他们 我只是告诉他们 可能是单位搞混了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下次我会和大家分享更多 您好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通过订阅我们 您将不会错过我们未来任何充满娱乐 知识和乐趣的播客 如果您发现该视频有帮助或有趣 请点赞并与您的朋友和家人分享 祝您聆听愉快 下一集再见